男孩在废墟中发现一个被遗弃的机器人 随后将其带回家维修翻新 父亲原本只想让他参加比赛赚点零花钱 却没想到这个老旧的机器人 竟拥有超强的战斗力 不但KO了无数对手 还一路打进了职业联赛 并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宙斯的资格 而就在不久前 男孩的父亲强哥为了参加比赛 花光所有积蓄买下了机器人大声工 这曾是一款参加过职业联赛的机器人 眼看大杀气到手 强哥迫不及待的来到地下拳馆 虽然这里没有规则 但也是快速赚钱的好地方 可他并不熟悉大声工的功能 就直接选了个最强的对手 决定大赚一笔 结果仅用了一回合 就输掉了比赛 刚买的机器人还没五六 就成了一堆破铜烂体 强哥的心情一落千丈 于是趁着夜色强哥带着小帅 来到了机器人回收站 打算偷点零件回去 然后他们就发现了被泥土掩埋的机器人 将他挖出来带回家 虽然亚当是一个已经淘汰的二代机器人 但他拥有独特的动作映射系统 能模仿人类的行为 小帅为机器人冲起干净 知道了他的名字亚当 小帅想带亚当去参加比赛 但强哥却认为他只是个陪练机器人 并不具备攻击性 根本无法参加比赛 小帅不信 坚持要证明亚当的实力 他开始亲自教亚当动作 他坚信亚当一定打得过别人 在儿子的软磨硬泡下 强哥只好带着儿子参加街头类台赛 比赛规则很简单 亚当只要撑过两分钟 就能获得一万美金 一开始亚当就被对手打得毫无管手之力 强哥根本没抱有任何希望 可亚当凭借强悍的防御力 硬生生地撑过了两分钟 赢得了一万美金 对方不服 要求堵住三倍再来一轮 小帅果断硬战 不料第二回合 亚当凭借从小帅那学来的一招 直接KO了对手 赢下了首场比赛 这一刻全场都沸腾了 很快就有经纪人找上门来 想为父子俩安排接下来的比赛 男孩在废墟里捡到的一个破烂机器人 经过他的训练 竟然轻松KO了对手 并成功赚到了第一笔钱 从此他们一发不可收拾 小帅用破烂的零件 为亚当升级了声控系统 并让父亲教亚当打拳 又不过儿子的软磨硬泡 强哥只好训练亚当 看着亚当变得越来越强 小帅兴奋的跳起舞来 强哥看到后和儿子商量 在以后的比赛开场前 都要先跳上一段 在此之后 父子俩就开始了比赛的争场 一次次战胜强大的对手 亚当的实力越来越强 一路索向披靡 随着他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他们终于接到了 来自职业比赛的邀请 这也意味着亚当将有机会挑战 拥有不败神话的机器人 宙斯 宙斯是一款纯克金机器人 至今都没有任何对手 能在宙斯面前坚持过一个回合 然而想要挑战他 就要先弹掉 世界排名第二的双头暴军 比赛开始之前 宙斯的团队找到父子两人 他们认为亚当面对宙斯 无疑就是自杀 并开出30万的高价 想要买下亚当 面对金钱的诱惑 父亲有些动心 可小帅却不以为然 很快比赛开始 率先出场的是双头暴军 他目前在职业赛场上 只输给了冠军宙斯一次 之后便未尝败鼓 而作为职业联赛的新面孔 亚当的出现并不被人看好 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展开激烈的对抗 强大的双头暴军将亚当逼至角落 在绝对实力的压制下 亚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就在这时 父亲发现了对手的弱点 对手每次的攻击 都要轮一大拳 如果与他贴身禁搏 对手就会无法命中 利用这一点 亚当开始疯狂反击 最后一个上勾拳 KO了强大的对手 这一刻全场都废讨了 下一秒小帅抢不画头 正是向世界冠军宙斯 发起挑战 这是一场平民玩家 和克金大佬对决 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 兔子两人带领亚当走上类台 而冠军宙斯的出场方式 就注定了他的步伐 比赛刚一开始 亚当就被宙斯一拳击倒 几乎就要爆粉 就在大家以为就这样结束时 亚当再次爬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站稳 又被对方击倒在地 就在裁探上前准备倒数时 小帅不停地呼喊着亚当 亚当仿佛听到了呼喊 再一次爬了起来 可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亚当此时只有矮打分 被宙斯逼至墙角疯狂摩擦 毫无还手之力 宙斯准备使出必杀季结束比赛 好在第一回合结束 亚当侥幸躲过一劫 在进行简单的维修后 第二回合便开始了 可亚当依旧被对手打得接连倒地 但每次他都能坚强地站起来 直到第二回合结束 亚当还依然没有放弃 但也几乎快要暴露 这时小帅想起亚当的映射系统 他请求父亲在台下出去 虽然父亲并没有失足的把握 但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 他决定放手一搏 从这一刻起 父亲与亚当融为一体 新的回合开始 亚当通过不停的隔打 让宙斯持续攻击消耗能量 甚至做出一些挑衅的手势 果然没多久 宙斯的攻击就变得吃滑 宙斯被打得节节带退 最后一击上勾拳 成功击倒了无敌的宙斯 此时全场都沸腾起来 可当裁判宣布双方的比分时 宙斯竟以一分的优势赢下了比赛 虽然没有获得胜利 但此时在所有人心中 亚当才是名副其实的冠军